我决定以我意思来换取大家的生存 这位将军走投无路 想以自己的投降来换取七千多名将士的生路 可没想到他刚来到敌军大营 对岸就响起一片火炮声 他的七千多将士完全没机会反抗 就被大炮轰死了 这是为什么 你们这些背心弃义的家伙 石大开从未料到 自己会面临断水绝粮的绝境 他和数万手下被清军追赶到大渡河畔 想要活命就要强渡大河到对岸去 大渡河自古以来就是难以逾越的天险 可是越险 这情妖越不设防 我们便可以长驱直入 只要到达北岸拿下川西 便能坐拥都江燕这块高渝之地 一切就都有了转机 为了渡河他决定孤注一掷 放弃了所有资种粮草 然而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一王快看浪太急了 前有大渡河拦路 后有清军步步紧逼 石大开原本还想仰仗赖埃玉新部接应 可刚刚得到消息 埃玉新部兵败 几千人全部战死 他已经没得选了 将士们人心惶惶之际 对岸的清军突然张开横幅 高喊着投诚免死 清军将领也送来亲笔信 只要石大开肯投降 就能免除死罪 发回原籍退影 跟着他的将士们只要遣散为民 过去的一切也盖不追究 我石大开真到了穷途末路了吗 石大开不甘心就这样投降 可他要为忠心追随自己的将士们着想 最终他愿意束手就擒 独自投降 用自己的死来换兄弟们一条活路 沦落到今天这一地步 都是他石大开指挥不当的缘故 最后给兄弟们磕个头 石大开孤身上路了 来到清军大营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求他们撤兵放人 可没想到话音刚落 对岸就响起阵阵火炮声 石大开追悔末期 只能看着老弟兄们一个个丧生活海 见了洛炳章 他破口大骂 只求一死 像你这种为人不齿的猪狗 就算你活一百岁也是个败类 我石大开轰轰烈烈几十年 能为天下的黎民办一点好事 我的死支了 1863年6月 这位太平天国最忠勇的将领 被凌迟处死 我谈少庄 生是天国的人 死是天国的鬼 岂能与你们这般蜀辈为伍 叠过了我的一世清白 有人说 仅用六个月就打下中国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 最终是毁在自己人手上 然而真实情况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中王李秀成十万大军被困苏州 他决定弃城出逃再谋出路 可却需要一支小谷部队牵制敌军 掩护大部队撤退 这是个死死无生的任务 所有人都不愿送死 沐王谭少光却是主动站了出来 他愿意死守苏州牵制清军 我愿死守苏州战死为止 好吧 你带人留下 给予各王 均归沐王谭少光节制 李秀成意识到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豁出性命 为天国尽忠 他将其余几位王召集到一起 是去是留他不强求 可只有一点 不能做对不起天国的事 即使你们不再跟随太平天国 也不能反亲为仇 中王代我们恩仲如山 我们怎么会当反复小人呢 都是一起拼过命的弟兄 李秀成不想闹得太难看 可他没想到 自己一时的人词之心 会害了忠心耿耿的谭少光 他率领大军刚刚离开 其余几位王就变了脸 太平天国眼看就要完了 与其在这里苦苦挣扎 用命尽忠 还不如赶紧给自己找找后路 早在七天之前 我们八个人就生了反叛之心 昨天在城北阳城湖上 我们拜见了李鸿章李大帅 他答应优待 几人口口声声 说自己是出于好心 要带着沐王一起去享福 实际上是想帮清军兵不血刃 拿下苏州 当作自己的投名状 谭少光却一口咬定 自己生是天国的人 死是天国的死人 绝不会与这帮鼠辈为伍 在天国里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可是头到李鸿章门下 不过是一条摇尾起来的狗 会永世遭人唾骂 那我对不住 谭少光宁死不详 当场就被乱枪打死 靠着这几个二五载 李鸿章不费什么周折 便接管了苏州 然而看看这几位 刚刚立了功的长矛 却是越看越不顺眼 现在他们可以背叛天朝 将来有朝一日 情形不对 自然也会背叛他 几人吓了一跳 连连表忠心 可越是这样 反而越让人看不起 你们这样如此 无言蔽惜 让我看不起 来啊 在 拿下去 全部就地 正法